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千语千花 今天温哥华天气还不错 我今天在中午的时候 我现在是一般中午的时候 给我们家花浇水 以后再分享 为什么中午给花浇水 浇水的时候我就想看到樊根 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值得推荐的一种 室外的一种植物 我本来我有两颗樊根 这两颗樊根大概也都是养了一两年 这一颗金色的 它其实也有渐变的效果 或者说是嫩黄色 它也有渐变的效果 芯叶更黄一些 老叶子就偏绿一点 是这样 樊根非常漂亮 我觉得这种官业的植物 而且你看这个 这个算是珊瑚色 实际上颜色就会没这么红 手机的镜头会有点 会让这个红色更加偏红一些 实际上是更偏珊瑚色 或者说 现在很讲究的是 我叫鲑鱼 鲑鱼色 三文鱼色 应该是这个 这个是我新买的 这三颗是我新买的 我觉得真的是樊根 因为我们家 大家知道我家院子是朝北的 所以有的地方的光照 不可能是全部都是全日照的 所以这些樊根它属于耐阴的 但阳光好的地方 其实它也是可以的 只是你不要太阳暴晒 一直就是太阳晒的 早上的太阳 或者下午的太阳 它都是没问题 就像我们家 这两颗 我觉得都是 放在就是 早晚能有太阳的地方 长得很好 尤其是这一颗 长得更好 这颗稍微差一点 但是也还行 然后新买的这 这一颗呢 这一颗叶子就是 非常大 跟我手掌差不多 这颗叶子非常大 我觉得它这个花叶的 很漂亮 然后它的花呢 是一种白色的 像我这颗金色的 它的花就是粉色的 这颗绿的 你看 这颗绿的 我特别 很小巧 我觉得我 我挺喜欢的 给大家特别看一下 它叶子是绿的 没有什么很特别 但是它花 你看 很特别 樊根的名字 其实挺多的 又叫樊根 或者叫 珊瑚草 或者珊瑚林 就是因为它的 你看 它的花就像 小铃铛一样 非常好看 其实花也挺可爱的 一个长长的 碎儿抽出来 我觉得挺可爱的 它这个 我觉得这一盆 你看 给大家看一下 我觉得这一盆 真的这个绿色 配着红花 真的很好看 特别像 我真的想推荐 如果家里 您的院子比较大 你可以把这个 种一六 或者是 种成 好多棵 种着一大串 或者是 监插着别的 樊根一起 我觉得肯定是 非常漂亮 然后这一棵 现在没开花 我不知道 但是这个叶子 很特别 你看它老一点 这个镜头里面 确实有点泛红 泛蓝 其实实际上 它是紫的 但它老叶子 就偏绿一点 新叶子就更红一点 所以樊根 为什么就是 我觉得近几年 这么讨人喜欢 真的是它 真的是叶子比花 还漂亮的植物 官叶植物 真的是值得大家 大家来 搞几棵 在自己家里 特别像我这个盆栽 我觉得盆栽也很方便 浇浇水 施肥 反正也不是特别讲究 就是 别的植物都施肥了 你给它施一点 它就能长得非常好 也不是像光照的话 你全阴的 全阴的可能 我不知道行不行 但是你如果能够 有一两个小时 太阳照到 反正它是非常带阴的 因为我看在很多公园里面 那树下 大树下面 它都能长得很好 所以我觉得很推荐 大家去找自己 喜欢的花色 它的花色真的是太多了 我就算是有五种吧 我这里就有五种 如果您家里院子大 对吧 地方多 哎呀 真的多搞几颗很美 又好养 关键就是 你看像在温哥华这个地方 冬天零下几度 对它们来说一点问题没有 如果再往北的朋友 我觉得肯定零下十几度 我做了一点功课 零下十五度雨 也是对它都是没有问题的 它们都能照朝成长 很好 而且我觉得凡根 它冬天 它也不掉叶子 只是说它的状态 没那么好 没有像在夏天的这么好 它因为雨水多嘛 就烂叶子比较多哈 但你看到春天以后烂叶子 你把它一剪一弄 你看照样子对吧 特别美 所以非常非常推荐哈 给大家再看一看 嘿 我觉得我很喜欢 所以我又弄了三盆 嘿嘿 好 好像这个也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没有什么多的可说的哈 不是那么娇贵的植物 比较耐阴 也洗羊 然后肥水 都不是特别说要有什么特别关照的哈 给别的东西 给别的植物交了你就给它交 看又是 也是好养活的小孩 跟我以前说那个玉簪一样哈 玉簪也是非常好养活的小孩哈 也很漂亮 自带颜值很高 好 那今天的分享就在这里了 哎 祝大家找到自己心爱的樊根 我就很喜欢这个绿的 虽然叶子小 小花很好看 啊 哎呀 其实它们都好看了 我不能只偏要一个 对不对 好 那今天的分享就在这里了 谢谢大家 祝您快乐 如果您觉得我的频道还不错 请订阅点赞吧 再见